嗨,大家好,我是秀厨娘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祖传的腌鸡蛋方法 一起来看看吧 将新鲜的鸡蛋装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10克高度白酒 把鸡蛋表面的脏东西都清洗干净 鸡蛋清洗干净后 放入龙空的架子上 晾干水分 这是做香油剩下的芝麻残渣 用它来腌鸡蛋 腌出来的鸡蛋各个起砂流油 盆内加入适量的芝麻残渣 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适量的凉白开水 活成比较稀的泥酱 芝麻残渣水食盐的比例约为5比4比1 取一个无水无油的玻璃罐 将晾干水分的鸡蛋一个个的装入玻璃罐中 然后将调好的泥酱倒入玻璃罐中 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腌制35天 鸡蛋腌好后取出清洗干净 煮熟以后即可使用 起砂流油的咸鸡蛋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明天见